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,请听大纪元记者洛亚采访报道。 有人驾车冲中南海正门,视频在海外热报。 3月10日,海外社交平台X上,一个有人深夜驾车冲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的视频火爆传播,引发热议。 北京媒体人认为,涉案的汽车不是外地车辆,且车主绝对不是普通人。 目前无法确定视频拍摄的具体时间和事发缘由。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发帖表示,2024年3月10日凌晨,两会代表沉睡的北京城,街头站满了武警和特警,全北京戒备森严。 即使这样,一位孤独勇士驾车一脚油门驶向新华门,无奈新华门门槛太高,冲出数十个太监,群庸四起把孤独的勇士抓走了。 视频显示,一辆黑色轿车在中南海新华门前,一众安保人员将司机控制,并抬着他一路小跑。 在X平台上认证的用户于凤也发帖说,突发,英雄自杀式冲击中南海。 3月10日凌晨,两会戒备森严,满街黑皮狗警。 突然,一位孤勇者驾车自杀式冲击中南海新华门,意在撞碎那狗屁为人民服务的伪标语,撞飞数十位太监保安,随后被黑皮和军警驾走。 网友试金时的帖子说,两会期间一辆黑色轿车冲撞新华门失败。 3月10日,北京一名媒体人向大纪元介绍,事件发生地点就在中南海靠新华门,进门之后是为人民服务的屏风,再往前有个人工湖。 左右两边是围着人工湖修的通道,习近平办公的地点距此有一公里。 但他不能肯定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。 他说,至少有三点可以确定。 第一,涉案的车不是外地车辆,一定是本地的金牌车辆。 第二,车主绝对不是普通人,他的车属于中高档车,应该是,而且好像是耐撞的那种。 第三,公安去查的话,很容易查出来车主是谁。 他分析,在视频的十秒处,明显有一个警察拿着防暴叉,司机被带走的时候还有挣扎,防暴叉把他电运后将其拖走。 其他人去检查车里有没有其他人,说明涉案人只有一个。 他说,在视频十六秒处,两个穿大衣的人应该是中央警卫局的人。 他们后面的人是当地警察,那一代的人穿的制服都是这个样子。 他们将涉案人极力脱离新华门门前的区域,其他人赶紧冲进新华门里边。 他强调,3月12日两会的一级安保应该结束,感觉现在北京不正常。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,北京市面的安保措施空前,中南海新华门前的便衣也增加了一倍以上。 长安街上每个路口都停住警车,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下,仍然发生上述事件,引发众多网友热议。 赵兰健在回复网友Lazarus的评论开改装的产车可以冲进去时表示,极难。 冲不进去,那里有个高门槛,木头很结实,上面包铁皮。 Unicorn鹰眼一睛睛,推背图挂像,勇士后门入地宫,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。 麻豆传媒官方,据说是有冤情上访无门,才冲击新华门泄愤的。 大纪元记者10日下午致电天安门派出所,提出何时10日凌晨有人驾车撞击中南海新华门事件。 接电话的女士没有当场否认此事件,只是问您是哪位? 记者进一步介绍,网上在热传此事,社交媒体上视频热传,包括微信等。 对方在追问,您是哪位?记者回应,我是媒体人,比较关注此事件,想要何时? 对方说,关注一下平安北京的通报吧。 记者追问,他们发通报没有?对方随后直接挂电话。 截止大纪元发稿,官方为就此事件发布任何通报。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。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,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,可增强免疫力,是疾病无法入侵,被称为万灵补品。 高利参,分野参与栽培两种,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,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,白参,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,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、东医宝剑,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,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,另外,人参灶带RA、RF、RG3、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。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灶火兴致进去,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,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,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,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,是红参的6倍多,是白参的16倍。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,输入优惠码DJY2024,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,谢谢收听,下次再见。